歡迎收看給你點小星燈 今天我們節目繼續來看 在2015年台灣雷造祀的盛世 聯神法王吳聖彥 主談阿達爾瑪佛 後魔傳授本初佛的要義 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看 聯神法王吳聖彥 在當天的傳法開示 身體是雖然是你 但是當本尊進到你的身體裡 你就是本尊啊 這就是灌頂二帝啊 第二個 法王二帝 阿達爾瑪佛就是所有總法的總法主 他是真正的法王 他有兩個帝 宜宙視為第一 宜是宜宙 宜宙又是自己 自己又是宜宙 宜現在跟未來跟末世 全在宜宙裡面 本初跟末世 同一尊佛 就是阿達爾瑪佛 就是過去 未來 都是阿達爾瑪佛 宜宙跟阿達爾瑪佛 都是本尊 這是最尊貴的法王 大年三十的時候 方方的爸爸掛年畫 他掛好第一章以後 便叫方方 從後面看他掛的第二章 是否跟第一章一樣的齊 為了討吉利 為了討吉利 他叮鼠方方講 我要是掛高了 你就說發財 我要是掛低了 你就說健康 當他把畫掛好以後 方方左看右看 都一樣齊 儀式報告 爸爸 爸爸 不發財也不健康 其實發財健康是相等 要齊一定要齊 就是發財跟健康 爸爸應該要講 要齊 要健康跟花財 不應該又不必 所以整個宜宙 都是阿達爾瑪佛 阿達爾瑪佛就是宜宙 不管你是本初佛 是阿達爾瑪佛 未來的末世佛 一樣是阿達爾瑪佛 這是相等的 便沒有分開 便沒有分別 所以這是法王二弟 過期他是總法王 從頭到尾 他都是總法王 過期的他是總法王 未來的他也是總法王 沒有分別 沒有說你是本初佛 你就不是未來佛 其實是一個 講宜宙就是阿達爾瑪佛 講阿達爾瑪佛也就等於宜宙 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唯一的法王二弟 這是法王二弟 另外還跟大家講 童真二弟 師尊現在念的是童子宮 年花童子就是童子 年花童子就是童子 童子就是菩薩 是非常純真的 非常純真的 十方靈相 他以一時全部記住 是童真二弟 阿達爾瑪佛是一尊 十方法界 雖然是十方 合起來也是阿達爾瑪佛 告訴大家 很多的佛菩薩 很多的人 其實本來都有這個童真 只是被污染 我們人是被污染而已 我們原來也都是阿達爾瑪佛 十方的靈相 十方的一切的演化 全部根源於阿達爾瑪佛 沒有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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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記直喔 十方靈相 你全部把它放空 跟宇宙融入 就進入太西 你就是阿達爾瑪佛 他也就是阿達爾瑪佛 根本就沒有分別 根本就沒有分別 這叫童真二弟 師尊現在修的是 夜修夜相童子 所以師尊常常講 師母在生活中裡面 做得那麼好 實在太難得了 那應該給他升級 就升為 師母呢 就升為大太太 那師母也很童真 就是說師尊既然給我升為大太太 師尊也是很童真 他也功德不少 他一天到晚說法 從來也不感覺到累 也從來沒有請過假 也從來沒有休息 所有的人都可以休息 唯一的師尊不能休息 每一個禮拜六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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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認識的時候 你的眼神时常电到我 恋爱的时候 你的笑容常常电到我 新婚的时候 你的心思时常电到我 到如今 你的嗓门常常电到我 两个男人在酒吧聊天 A说我的老婆真厉害 他改变了我的宗教信仰 B问他是怎么做的 A说以前我什么都不信 直到结婚以后才知道 原来真的有敌意存在 阿弥陀佛 今天刚刚正婚 不可以讲这种笑话 不过没有关系 告诉大家 第一恶鬼出生 也是阿达尔玛佛的画出来的 那个就是童真恶地 童真恶地 还有另外的阿达尔玛佛 是不退的 不退恶地 你从来没有想到的 不退恶地 什么是不退啊 它原来就存在了 就算你看不到它 它也没有消失掉 它本来就是本出佛 到未来它还是本出佛 它永远跟太息合在一起 跟宜兽合在一起的 这一尊啊 叫做完全不退的 不变的 不退的 很多都是会退的 第一空了 第一就退掉了 畜生没有了 就畜生到就消失掉了 恶鬼呢 恶鬼没有了 恶鬼就消失掉了 众生没有了 这个人界也消失掉了 天界没有了 二十八天也全部消失掉 但是真正的不退恶地 就是这个阿达尔玛佛 本身是不恶的 他的身体不恶 心也是不恶 身心是合一的 但是从来不增加也不减少 是不退恶地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好消息 应新竹服幼雷葬寺邀请 脸生法王卢盛宴将于4月12日 于新竹鼎谱国校 主坛西服神奇灾 增益敬案超度护魔大法会 并手传西服神不共大法 尽情把握脸生法王在来红法期间 踊跃参加 详情请列 零四九二三一二九九二 联生活佛从二十六岁开始 就一直都有古离古怪的奇事奇闻 到今天年过七十 仍然继续上演古离古怪事 到底是什么 卢盛宴文集第二四零策 古离古怪集正在穿越 各位观众 联生活佛卢盛宴将于2015年4月11日 在台湾雷葬寺亲自主坛 孔雀明王护魔大法会 并赐寿孔雀明王不共大法 星光身法 祈语法 植语法 镇地证法 增益法 敬爱法 静身心法 除鬼怪法 除病法等殊胜万地 孔雀明王大法若能相依 可转定言 请您一定要把握参加 详情情练 049-2312-992 有一回到教堂 我就告诉老师 老师 厕所里面有好多的蚂蚁 这个尼老师就点点头 突然想起蚂蚁 叫做恩斯 恩 这个单字一开写 他就教过了 想测一测 这个小朋友 似乎还记得这个单字 便问小朋友 那蚂蚁怎么说呢 结果小朋友一脸蛮蓝 过来一会儿才回答 蚂蚁 蚂蚁 他没有说话 这是小朋友的可爱 这 蚂蚁就是蚂蚁 人就是人 这是不退的 蚂蚁要变成人 按照佛陀所说 蛇蚁佛在禅定的时候 蚂蚁的灵魂集合起来 问蛇蚁佛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人 这个蛇蚁佛他就回答 你们要变成人 还早的 你们干脆都当蚂蚁好了 因为蚂蚁的灵毕竟是非常小 非常小 非常小 什么时候才变成人 很渺然 很少很少的 你如果真的转世变成蚂蚁的话 你要再转回到人生是非常困难 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很难很难的 但是唯一的这个不退啊 阿达尔玛佛是不退的 所有的佛性是不退的 所有的佛性都是不退的 阿达尔玛佛的本性是不退的 所以叫做不退二弟 身不退 没有就是一个身 心也不退 身心是合一的 身跟心是合一的 我们修行也是一样 要身跟心合一啊 不能心里我在修行 我的形体是在修行 但是我心不在修行 心已经飞走了 这个身心就不合一了 阿达尔玛佛的身心是合一的 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你以为这个地球上 这个整个宇宙会增加什么吗 其实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 这个就是属于不退二地 另外呢 正心二地 什么叫正心呢 不显出来 就像空一样 显出来 就像心一样 成大圆满的如来 是正心二地 阿达尔玛佛 他不出现 就等于没有 就等于虚空 他一出现 是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大圆满的阿达尔玛佛 那么 他不管他显出来 还是不显出来 都是正心的 这叫正心二地 也就是显出来就是一个地 不显出来就是宇宙也是一个地 就是正心二地 小明他家年年打官司 春节前一天晚上 爸爸跟小明 跟小明的两个哥哥讲 爸爸爸爸说 大家都要说一句吉祥话才可以睡觉 大哥讲 今年好 二哥讲 煤气少 小明讲 不得打官司 一是 爸爸就把这三句话 写在一起贴在墙上 隔天姑姑来拜年时 顺口就念了出来 姑姑讲 今年好煤气 少不得打官司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其实不应该这样子讲的 我今天是要解释正心二地 就是今年好 就是煤气少 不要打官司 不要打官司 这个都是好事 但是贴起来三句就不太好 这是人间的错误 在天上是一切都好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做正心二地 不显出来也是好 显出来也是好 所以也没有什么叫做生死 世尊讲的 世尊讲的 生就是显出来 死本身就不显出来 都是好的 这叫正心二地 所以修行人 对于死不要成为不好 是仍然是正心二地 就是说死就是空的 出来就是有 那么死就是空的 出来就是有 也就是说阿达尔玛佛是有 但是他不显的时候 他是空的 但事实上他还是正心的 所以我们来讲 这样子来 像师尊来讲 显出来是好的 师尊死掉了也是好的 为什么呢 那就是不显出来 但是还在啊 还在啊 师尊还在啊 显出来是好的 不显出来也是好的 这个叫做正心二地 这样了解吗 但是师尊虽然 这样子是肉身啊 身心合一地显出来 坐在法座上 但是你们啊 你们就算师尊不显现出来 不到你们的国家 你们也可以在梦中看见你的师尊啊 就算师尊有一天啊 他死掉啦 我们讲的 他小胜了 小胜了 小胜 小胜 这师尊小胜 會不會在你夢中顯出來啊 會 會啊 而且呢 我就算死掉了 我可以在韓悟貞 韓悟貞的這個他在修法當中 他還可以是可以看見師尊啊 你說是不是啊 這個叫 正心二弟 正心二弟 跟大家講清楚了 再來呢 是方便二弟 方便二弟 這個方便喔 這個老外就很困難 有一個人打電話 給他 給一個朋友 另外一個朋友 他剛好去廁所 另外一個朋友拿起電話 請問他在嗎 他正在方便 他正在方便 等他方便的時候 你再打電話過來 老外就迷幅了 外國人說 他正在方便 等他方便的時候 你再打電話過來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怎麼方便啊 這個就是問題的事 所謂這裡的方便 如果不顯現如本初 如果顯現就是千千萬萬萬億億的佛 及各個世界 方便記住 不顯現出來 不顯現出來 還有一個顯現出來 兩個都是方便 這是方便二弟 你打電話過來 你打電話過來 我正在方便 其實是不方便 你打電話過來 我正好方便 我可以接你的電話 也是方便 這叫方便二弟 另外還有智慧二弟 另外還有智慧二弟 阿達爾瑪佛智慧的二弟 周一之偏一之 是智慧二弟 十方神通力 十方神通 他所有的智慧 全部知道 不管你是正的智慧 還是偏的智慧 他都知道 十方智慧 通通都知道 這是阿達爾瑪佛 是稱為智慧二弟 周一之偏一之 也就是正偏之 通通都知道 是智慧二弟 十方通力 精神科的醫師循環 因為已經住院一個月的女病患 狂喊 我要殺了我的男朋友 三個月以後 醫生在循環 女病患還是在喊 我要殺了我的男朋友 半年後醫生在循環 女病患還是在喊 我要殺了我的男朋友 一年後醫生循環 女病患在改口 我不殺我男朋友了 我要跟他結婚 醫生一天在病例表上加住 病人仍然企圖用其他的方式 在殺他的男朋友 這是智慧二弟 你知道嗎 精神科的醫師 他懂得正常人的思想 也懂得精神病患的思想 這叫正偏二知 這個就是智慧二弟 有的是正常的 有的是不正常的 你通通都要知道 我們學佛也一樣 佛要知道 魔也要知道 佛魔一如 正偏知 都是智慧 你認識魔 你才能夠成佛 你認識佛 你就知道有魔 你要認識魔 把魔矯正成為佛 就全部都是佛 這佛魔一如正偏知 智慧二弟 還有秘密二弟 不管是顯出現的地 或者秘密的地 沒有世間人知道的 視為秘密二弟 但是告訴大家 阿達爾瑪佛 是真的是秘密二弟 還有很多世人不知道的 很多世間人不知道的 現在只有師尊知道 跟所有你們聽法的人都知道 這個加起來啊 就是開悟啊 就是悟啊 就是絕 就是一個絕字 加起來 這一共有十六弟 剛剛講過的一共有十六弟 有一對夫妻吵架 老公生氣就甩門就走了 太太說窗戶問他 你幾點會回來啊 老公說 再回來就是孫子 太太太很生氣就把門鎖上 兩個小時以後 老公在門口 一邊敲門一邊喊 奶奶我回來了 這個就是秘密 那懂得秘密的人 他會喊奶奶 他剛剛講啦 我如果不回來我就是孫子 我如果我回來就是孫子 他現在承認他自己是孫子 就叫他太太叫奶奶 這個就是正偏知 正偏知 你有時候你講的口氣很堅硬 我從此以後 絕對不回來了 到時候一出去啊 沒地方可去 到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地方 那時候回過 然後裏就要老洗 我不要老洗 我不會太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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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有什麼事 沒有什麼事 我不會太幸運 在這裏 詞嗎 我不會太悲agnique 我不會太幸運 沒什麼事